顽皮可爱就是我,我就是尼小圈,尼小圈尚实际 好朋友三人组,11月6日星期四 昨晚我把铁头不讲信用的事情讲给老妈听,老妈听后非常生气 我本以为老妈会狠狠地批评铁头这种不够义气的行为 谁知老妈不但没有帮我说话,反而狠狠地批评了我,要我向江小牙道歉 我搞不懂,为什么老妈不让铁头向我道歉呢 老妈说,朋友是应该要互相帮助的,而不是站为己有 站为己有是自私的行为 可是,我很害怕江小牙和铁头的关系比我铁呀 老妈又说,尼小圈,你觉得有一个好朋友好,还是两个好呢 我终于想通了 老妈说的对 妈妈,我明白了,我想拥有两个好朋友 老妈亲了我一下,很高兴地离开了我的房间 我要有两个好朋友,一个可以跟我一起上学,一起玩,另一个可以送我蛋挞吃 有两个好朋友,真是太好了 老妈评语 嗯,尼小圈,看来你还是没明白 我来到学校跟江小牙讲和,我们三个要成为最好的朋友 江小牙很高兴,铁头也很高兴 我问江小牙,既然是好朋友,可不可以把蛋挞分给我一份 可是江小牙说今天没有带蛋挞,真是的 这时,铁头发现了我兜里的彩虹糖 他俩把彩虹糖抢去,每人吃了一份 老妈评语 你小圈,交朋友是需要付出的 那ên,我们去看这个,铁头会订阅 再见 下期再见 会 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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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